哈嘍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凱斯丁 最近牛肉 雞肉 豬肉 都有點吃膩了 想說 換個羊肉來試試看吧 今天我們要來製作低溫慢烤的羊肋排 其實在台灣大家對羊肉不陌生 大家都吃過羊肉爐 是冬天非常進補的一個好選擇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種羊肋排 反倒比較少見 大家對於羊肉都會有一種 騷味的刻板印象 今天我們就要來破除它 我們用的這塊肉是 美國的羊肋排 美國羊肉是從去年開始正式進口 那它的肉質非常軟嫩多汁 而且腥味較少 非常適合喜歡吃羊肉的人來做選擇 那我們趕快開始做吧 料理羊肋排之前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步驟是要去筋膜 你有沒有看到這種閃亮亮的一層膜在上面 絲狗的去膜一樣 骨頭也可以用像這樣的小刀 把它上面一些多餘的筋膜把它修掉 讓它再漂亮好看一點 像花陀在刮骨腰上 把它當關羽一樣 第二步我們有看到羊肉身上它有一塊肥油 我們要把它畫紋 等下在烤的時候才會流出很多那種豐富的油脂 跟它的香味 我們就會以它當作醬汁 美國羊肉是以多種蔬菜及開花植物飼養 羊腥味比較不濃厚 而且為了保持肉品一致的高品質 皆為專業農場培育 數量稀少 可味羊肉界的香奈兒 畫完之後終於可以開始調味了 烘烤的時候我們就是選用這種綜合香料 給它灑上去 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最愛的杏香料 紅椒粉 下去 再來就是替你的羊肉好好來一場馬殺雞 把所有的醃辣都好好的按摩進去了以後 就讓它醃漬30分鐘的時間 之後就把它送進110度的烤箱 給它烤2到3個小時 軟嫩多汁的羊排就完成 香飽了有沒有 複雜的辛香料的芬芳 但是同時 那種羊肉的香味也是扑鼻而來 不是騷味喔 很不一樣 烤完之後 看這個顏色 先讓它在砧板上面靜置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 流出來的這種 肉汁精華 我現在就要把它拿來做 超棒的羊肉醬汁 全部不要浪費 這樣我們現在靜置10分鐘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開來看看 超美 我覺得你在吃這份羊排 你也不用用什麼道具 直接手抓著這個骨頭就開始咳 我的天啊 超乎你想像的嫩 咬的時候那個肉質真的非常柔軟 然後非常脖子 而且真的一點騷味也沒有 它有的就是 滿滿的那種肉的鮮味 然後配上調味料的味道 再沾著醬 Finger Licking Good 超讚 這道低溫慢烤羊肉排 真的非常簡單 我們連平地鍋都沒有用 效果就已經非常的棒 各位朋友趕快在家裡試試看 美國羊肉排的威力 到底有多強大 我是KSL 如果有什麼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好啦 我要繼續開吃羊排了 大家掰掰